第三題 它說我們用瑞士規模來表示這個地震強度 OK 那你看公司要給你講的 它說 假設 ER 指的是瑞士規模 R 的時候 正央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那 R 跟 ER 的關係就是這個 好像給你公式囉 就是 log ER 等於 5.24 加上 1.44 然後它就說 請問你瑞士規模 7.2 的地震 它的震央所釋放出來的大概是 6.7 的幾倍 那其實這個題目不難 帶經濟就好了 現在問題是 7.2 是屬於誰 它是屬於 R 還是 ER 7.2 是 ER 嗎 還是 R 這裡的 7.2 指的是 R 因為它告訴你 ER 是地震規模 R 地震規模 R 就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所以你的 ER 應該是 log 1 然後呢 7.2 指的是它的能量 等於 5.24 加上 1.44 乘以 7.2 然後另外一個 log 1 6.7 等於 5.24 加上 1.44 乘以 6.7 這樣會啦 那它說 它是它的幾倍 它是它的幾倍 好 那 假設是第一是好 這是第二是好 它講 它說 7.2 是 6.7 的幾倍 你猜你怎麼算 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現答案 那件櫃子顯得很爛 我不想用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爛爆 我想要知道它的幾倍是在我希望的是 我希望最後的結果是那個 1 的 7.2 去除以 1 的 6.7 我們希望是這樣的比例嘛 對不對 所以你猜第一次跟第二次我會幹嘛 你覺得 相減沒有錯 為什麼 如果我把 1 跟 2 相減得到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會變成 1 然後 7.2 減掉 6.7 然後你這兩個相減 剛好是不是消掉 然後這兩個相減 變成 1.44 乘上 7.2 減掉 6.7 對不對 沒錯吧 會啦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你兩個相減的話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 等一下這個 log 兩個相減到什麼 就是 相減 會對它無料的經過 另外一個好處是 這個 5.24 會不會有消掉 所以我兩次相減 所以答案就很簡單 相減 代表相減的意思就變成是 log 1 7.2 去除以 1 6.7 會等於多少 來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 1.4 是 乘以多少 7.2 減掉 6.7 是不是 剛好是 0.5 對不對 剛好是 0.5 好 然後呢 它等於多少 所以 0.5 乘以 1.77 的話 大概是 0.7 多吧 0.7 多 所以呢 我知道 我的 1 7.2 去除以 1 6.7 大概是 10 的幾次方 10 的 0.7 次方 會啦 那 10 的 0.7 次方 大概是多少 哇 題目沒給我們 它只能告訴我們 這個 1.44 只能給我 1.44 那 好吧 我們就 直接判斷出來 因為它告訴我們是log 27.54 等於 1.44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27.54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文霞這邊來對不對 卡關了 那怎麼辦 因為我說答案子 我先說 10 的 0.74 是肯定沒問題的 現在問題是 我怎麼跟這個 提供給我的那個 log 27.5 是扯上關係 好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注意看喔 這個稍微難一點點 我利用這個去做計算就好了 這個 這一行 這邊有看到 這個地方 我已經知道了 log 17.2 除以 1 6.7 等於 1.44 乘上 0.5 那 1.44 我已經知道它是 27.54 了 所以我把 1.44 改成 log 對不起 對不起 把它改成 27.54 然後這個 0.5 就是 1 2 可以放到上面去 把它變成 1 2 對不對 這把 1 2 放到上面去 變成 log 27.54 的 1 2 四方 看懂嗎 好 那請問你 27.54 的 1 2 四方大概是多少 是不是等於 更耗 27.54 更耗 27.54 是多少 肯定是 5 點多吧 對不對 那你這邊有 log 這邊也有 log 啊 剛好消掉 消掉 所以我知道 這兩個的比例大概多少 就是 5 點多倍 這樣會嗎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的是 C 這個答案 會啦齁 OK 好 所以這個可能稍微看一下這邊 因為這個 我們如何運用到那個什麼 如何運用到提不給條件 就算出來它是 5 點多的方法 這個你看一下